爱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会议里面究竟藏著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回来了 喂 饿不饿 饿得我都瘦了 正好高姐她炖了汤 我去给你热一下 好 好喝吗 太好喝了 好喝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怪不得高姐喜欢 有谁不喜欢我你说 你看 好开工 你说这个是不是应该 你不觉得吗 你这个窗应该可以稍微再宽一点 旁边那个墙稍微可以窄一点 因为后面不是那个主力墙吗 我突然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 经常一起通宵点书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可以和你一起摇曳工作 把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种感觉真好 这样啊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啊 全都觉得想安顿好妙妙 但是没想到我经常接到 那个龙太的项目 所以说啊 命运这个事情 这太奇妙了 这跟命运没有关系 你能负责龙太这个项目 是因为你真的有这个实力 我知道呀 我忘了 左在军这个人呢 他特别地自恋 压根儿不需要我来夸啊 这不叫自恋 什么叫自恋 是大家都恋 明白吗 这真的对你无语啊 你无语深谈无语 我怎么就不恋啊 阿姨来了 在里面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你赶紧回去吧 我忙着呢 那天你不太开心地离开 这几天又没回来 妈就只好来看你来了 哎呦 你不会为了一场电影 不要你妈了吧 我没有 你想多了 我是真的挺忙的 你是我妈 哎 儿子啊 这两天我想了挺多的 哎 我挺不安的 所以啊我今天就请你和胡言来吃顿饭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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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想请你吃顿饭 啊 吃饭 那天阿姨怂恿你们俩去看电影 搞得你们挺尴尬的 阿姨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所以今天想请你吃顿饭 阿姨别破费了真的没事 没关系 我就说你这孩子心挺宽的 但是阿姨也要吃饭呢 对吧 陪妈吃顿饭总可以吧 你就别破费了 行不行 吃吃吃吃吃吃 吃饭 刚才这顿饭吃得我极其尴尬 我也不知道阿姨会特别跑这一趟 搞得我也挺不好意思 胡彦我需要跟你沟通的是 我们彼此之间是很好的工作伙伴 我们有很好的默契 我不希望这一切会发生改变 我觉得你应该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明白我明白 你是把我当做工作伙伴吗 嗯嗯 我也不会多想 其实 就这个事情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工作啊 或者是生活啊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好了 现在说清楚了 做什么都无所谓了 要不再去看个电影 看电影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去看电影 工作伙伴也可以看电影 没有没有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不去看电影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要不待会拜访完客户之后 我带你去一家茶楼 新开的 茶楼 上好的普洱茶怎么样 没问题啊 OK 就这么定 好 马董 雷叔叔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今天妈妈和小姨都没空离我 可我忘了带钥匙 只好在这里等了 啊 忘了带钥匙 那他们 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谁知道呢 雷叔叔 我有点饿了 你饿了 去雷叔叔那儿吧 好累 你慢点啊 这是昨天的傍晚登机表 看一下 谢谢啊 喂 姐 喂 童丹 我们店长临时给我分配了个工作 我要去店里一下 能帮我接一下毛豆吗 我现在还走不了呢 还忙呢 等一下姐 进来个电话 喂 喂童丹 我跟你说一声啊 毛豆在我这儿 谁作业呢 太好了 好 谢谢谢谢啊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好好 嗯 毛豆 别分神好好喜啊 嗯 姐 毛豆在郑磊家呢 多可有个好邻居吧 酷 嗯 啊 啊 哎 乏 哎 哎 快 唉 哎 那你爸平时给你做什么吃啊 没做过啊 我印象中他只泡过分分面给我吃 他很少回来 这和一回来都放我赌几天鸡了 你慢点慢点 那平时在家里都是你妈妈照顾你了吗 还有小姨呀 小姨当你不加班的时候 你哪会回来陪我 你假日也是 想想什么时间 今后都是小姨出了 看来小姨对你挺好的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你身上了 我想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男朋友的婚事吧 赖叔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女朋友吗 吃面 吃面 雷叔叔我有一个问题 怎么了 就是一怎样怎样 就怎样怎样 这个要怎么造句啊 你想想啊 如果你想不到呢 雷叔叔再告诉你 想想啊 我买了一个帽子就花了十二钱 雷叔叔我很棒吧 哎 不对啊 这个一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 例如啊 我一看见你我就很高兴 或者是我一听见游戏两个字 我就很来劲 你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我 雷叔叔 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哎 好好做作业 快快快快快 那从哪里呢 哎 快快坐 好好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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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哦 进来吧 那个 今天可多亏 小心点啊 他睡着了 慢点慢点 哎 正来 今天可多亏你了 没事 不用了 你开门 好 正来 今天可谢谢你了 要不你 毛豆子在外边等到天黑呢 不客气了 我先上去了啊 拜拜 晚安 拜拜 这全是毛豆自己奏的剧 这全是毛豆自己奏的剧 如此可教应 哦 就在买了剧 什么呀 我太喜欢了 想吃 你啊 芭 Led 还不是说 想吃辣面吧 就来 或者说吃 你什么来了 披萨 我跟小萌带些吃的 原来甜蜜盒饭的神秘课就是你啊 我不是给你发短信了吗 我说今天不用做盒饭了 没看见 你们干嘛 干嘛去啊 吃饭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们去吧 我就回办公室吃盒饭了 别啊 别啊 说好一块儿 诶 郑蕾都来了 跟我们一起去吃吧 对啊 不带钱包了吗 带了 我还得向你学习学习怎么去 郑蕾 所以你跟小萌是去台湾做交换生 才人在聚呢 对对对 没人想到 从那个时候 到了今天 我们还是这样坐在一起 厉害吧 是 你们这种太难得了 像你们这种关系啊 特别让人羡慕 那 你现在来上海是住在郑蕾家吗 虚老 住在那儿又舒服 又自在 最重要是不用花钱 关键是他蹭吃 蹭喝 蹭睡 我说唐倩倩 妈 你怎么一见帅哥就两眼发指啊 喂 别闹了 不是觉得 像我给看着有点眼熟呢 他可是有名的空间规划师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古董专家 他自己也是个古董 想起来了 你在那个古董家杂志接受过专访 谈起古董牌 还夸夸其谈的 带着很深的情感 没有 客气客气 我这个是班门弄斧 班门弄斧 郑蕾 原来你在上海是个名人 给你签个名啊 喂 怎么能拿这个餐巾纸呢 郑蕾 别听到了 签我衣服上 签我签这套 签这套 你坐下你坐下 干嘛 签上去老值钱了 懂什么啊 你别闹了 公共产科工 签上去老值钱了 低调点 我干嘛猜路呢 小萌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的这帮同事啊 真的挺开心的 跟他们在一起 我也明白 为什么赛俊拉着你 跟他们吃饭了 那都是赛俊 他自来熟 他一进奥斯顿 我和大家都熟起来了 对啊 郑蕾 你给小萌那盒饭 实在是太奢华了 每次我们都只能 眼巴巴地看着吃 我们馋的呀 什么时候 给我给你送一份呗 说到这个啊 郑蕾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以后你就别给我订盒饭了 这阵子都太麻烦你了 现在我每天中午 都跟同事一起吃 你的盒饭都当晚餐吃了 哦 是这样 我明白 我明白 那我也看到了 你跟他们在一起 确实挺开心的 只要你开心就好 对吧 盒饭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对 郑蕾 其实平常中午 你要空的时候 你可以过来 又想空吃饭呀 对啊 咱们一块儿 咱们一块儿 好不好 你有你什么事儿啊 人家约小萌呢 有错什么时候闻到呀 哪有啊 我们都可以一起吃的 对啊 我们是团队呐 少来啦 少来 你也一起吃啊 好 我减肥呀 我你看 我都吃沙拉了 我都 再吃点 你是 temporary 现在 有人 有趣的 légend吧 然后 我们 I will feel a glow Oh, just thinking of you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Oh, but you're lovelyWith your smile so Oh, oh, we're very good to see you Oh, only you're loving me Let me know why you're lovely I'm afraid you're so cold So, if it's better to all you have in the lab, it's been a lovely day But I think you've got a boat Oh, how are you? I am happy with you Oh, dear Arun, I am here My boy, how are you all? Oh, I'll take a trip and bring you some Krinsky's bag 您太客气了 不用这么客气 大你的话嘛 我还要谢谢你 帮我们照顾毛豆呢 没有 毛豆很可爱的 还有同单 这也常来麻烦你真不好意思 不过呀 他可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呢 谁要跟他在一起 那可有福了 他可是开心果呢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吃个吃哈 真的 真的 谢谢 别客气了 都是邻居啊 崇丹 拜拜 好 再见 来来来来 谢谢啊 谢谢 再见 大王叫我 崇丹 我拜托你正常的脸好不好 你就是拜托个邻居 你干嘛呢你 别死也得不懂啊 你怎么还处在那儿 你想贴心贴心啊 我该给他做什么呢 做什么 来来去去能不追那几种吗 我做我会做很多好吧 做一面吧 一面 最安全的 来 这一面 做哪种口味的呀 随便 断甲 你怎么能随便呢 我可不像你那么随便 对呀 拿着 那怎么行啊 这看起来还可以 这个啊 这个啊 对呀 还要买酱啊 这太多酱了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好 郑磊要是吃到我做的一面 肯定特感动 我跟她说完再说了吧 那你说 我不让她送盒饭了 她会不会不开心啊 会啊 我就哭一下下而已 没事 不过我觉得 她好像还真的是有点不开心 那你就好好展现你的厨艺啊 那点诚意就来 只要是你新手做的 那等你还是很开心的啊 放心吧 所以你得好好教我 这样我才能做 一手好的意大利面 她才会开心 最近我吃她送的盒饭 吃的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现在那样子 我必须要做到最好 不用想那么多 当初她给你送盒饭 是希望鼓励你 而不是给你压力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场景的这一瞬温 梦抬起我们的感动 快乐的画面了多 在山法上仰望天空 在房间里行程才和你 一起梦游 是希望 这一瞬温 最温暖的小时光 HAPPY YOU GET THE WE CAN MAKE THIS FUN 在最爱的那天出发 出镜的西方 就来着 不会搬着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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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ET THE WE CAN MAKE THIS FUN 挺好的 谢谢副总 要是有什么困难 及时跟我说 CNN那边要是案子不顺利的话 我加派人手给你 不用了 唐倩和Brain 她们都特别优秀 我们人力是足够的 那就好 副总 是有什么心事吗 心事倒谈不上 就只有一个小困扰 你说建筑设计师之间 要想有好的火花 好的碰撞 进而有好的作品 那肯定是需要默契的 但是我跟在俊之间吧 有点儿生疏 你不知道 她私生活挺神秘的 我又不好去打听 所以 龙泰的案子进展 没有想象的顺利 这样子 对啊 在俊她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 建筑一直是她的梦想 嗯 胡总 您要帮帮她呀 小木 你太客气了 我只是 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多去了解她一点 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在俊不是教练吗 嗯 运动天赋肯定超好 我呢天天做办公室 这肩颈啊 酸疼得不行 哎呀 也没一个专人可以指导一下 那这样吧 这太好说了 在俊她这个人特别热情 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 只要副总请教她的话 她一定会答应的 这不是没那么熟吗 这个找她吧 太唐拓 不好不好 那我找她吧 我来约个时间找她出来 我们一起去运动 你那我先忙了 小儿坐啊 对 放肩吧 那我先忙了 很忙了 你没人まあ 来 好 来来来 半天就不见你 去哪儿偷懒日安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偷懒两个字 为你干嘛去呢 我就是找副总谈点事情 看什么 秘密 怎么了 我们这个周末去运动吧 去运动 你中邪了吗 行 你才中邪了 约好了 行 赞俊不是约好了吗 怎么又不来了 是啊 明明约好的 但是他一大早看天气挺好的 就要带着麦娃去骑车 他说葱烧几鱼你做得好 他来了也没什么用 就让我过来跟着你去 他在厨艺方面太不自信了 你就是个外卖怪 吃什么都是外卖 真的是 不过 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怪怪的 怎么了 我就觉得吧 每次我们都约好了 三个人一起去做个什么 他总是临时爽约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别想多了 有人抄门 我去开一下 好 同单 小蒙姐 郑蕾在吗 他在里面 进来吧 郑蕾 同单来找你啊 同单 你怎么来了 那个 我姐熬了一锅鸡汤 我看你在不在 在我就给你端上了 你给我打电话不就完了 还自己跑来 我那个 爬楼梯锻炼锻炼锻炼身体 我那个爬楼梯锻炼锻炼身体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做饭呢 要不要一起啊 那个 不了不了 你们先先坐吧 我姐还等我呢 我走了 那 真的不了吗 那一起吃也行啊 你看看你 人家专门来问你要不要喝汤 你也不留住人家 那我也说了 要不一起吃啊 这 这行了 葱烧鸡鱼吧 来 行吧 来 回来了 舅里没在家吗 在 那我鸡汤刚好煮好了 一会儿给上面端上去啊 不用送了 怎么了 妙妙的妈妈在他们家了 他们在一起做饭呢 好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怎么了 干嘛不高兴啊 人家妙妙的妈妈在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童丹啊 我拜托你大气一点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不能把男人牵得太紧了 这样她会害怕跑掉的 好不好 人家一家人嘛 在一起做个饭很正常的 别瞎想了啊 今天早点睡吧 明天早晨还要运动呢 明天早晨还要运动呢 对了 我要约了郑伟 我也约了朋友 你有朋友了吗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朋友多的是好吗 明天你就看见 今天天气真好啊 你怎么这么多啊 早晨好呀 副总 孙妮 嗯 你的好朋友 对她 对啊 我就不可以和副总交朋友 我就不可以跟小萌成为好朋友啊 谁啊 嗨 对了 这是郑蕾 然后这是我上次副总孙妮 这是我大学同学 我知道她 你就是小萌的秘密盒饭客吧 厉害哦 盒饭哥哦 嗨 那个认识你很高兴 那个平时多麻烦你照顾她 来来来 别聊了 不客气了 让你骑就会不会骑的 走吧 试试 当然会了啊 你小心点啊 快点 来上 聊聊聊 过来 起 Scan 嗯 来 吃饭一碗 喂 哎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个发现 我觉得那孙妮好像对你有意思 喂 别拍我丑照 有啊 再来一张 快回答我问题啊 你有感觉吗 那很正常啊 什么好奇怪的 是 你又得瑟吧你就 我看一路过来郑蕾对你特别照顾啊 好像贴心的男友一样 副总 你不要误会 我和郑蕾一直都是好哥们 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 绝对不会是些男女朋友关系 哥们才好呢 哥们变男友一步到位 中间审去很多相处的麻烦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哥们 其实我和再聚啊 郑蕾三个人 一直都是很好的哥们的感情 希望我们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修一下图 别修了 你再修也就那样 我跟你讲 快说说快说说 什么 她这样的女强人 不适合我 她怎么了 不就女强人吗 我告诉你 像这种女强人啊 往往在生活当中 她非常非常小女人 说不定都特别适合你 我怎么老觉得 鸟正很希望我跟孙丽在一起 你有什么企图啊 你 你说这一次再俊来上海 是住在郑蕾家吗 是 那她装什么神秘啊 有一回我要送她回家 她就是不肯让我送了 我还以为她跟一女人住一起呢 没有 就是和张伟 我有什么企图啊 我就想问问你对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首先呢 别人对你是有感觉的 那我就要问问你啊 如果你对她也有意思 对 你懂的啊 但是用女前人来不适合我 还有啊 你是不是被你妈妈 逼婚逼疯了啊 你别偷我下水啊 真的 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 谢谢 什么逼疯啊 你考虑考虑啊 你想想别人 长得也还不错 啊 我真服你了 我拒绝跟你拍照 拒绝跟你同框 是吗 嗯 别那么自卑啊 虽然你比我差一点点 哈哈哈哈 那没事我帮你修一下图 你修你自己吧 表明好了没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啊 我今天可以不要上学了 为什么 淼淼 哎 怎么没有换衣服啊 淼淼今天不想上学 为什么不想上学啊淼淼 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呢 只是想在家里休息 家里休息啊 可是今天有淼淼 最喜欢的美术科 还是不想去上学吗 对啊之前你肚子疼 你让着要上学呀 绝对怎么了 嗯 要不这样吧 我带淼淼去看医生 检查一下比较放心 哦 我去换衣服 哎 对就是这儿 啊 怎么跟上面有块一样 是吗 好 这儿是吧 请我回去再查一查 嗯 嗯 好 等一下啊 我去上个厕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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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军 你先和孙副总开一个关于龙泰勘检的报告 然后呢 我这边和小萌 还有唐倩 开一个关于CM的小会 我这边结束以后 我立马过去加入你们 请 回来了 唐倩 哎 准备下班吧 开会 会开不了了 小萌有事儿临时出去了 还有什么事儿啊 不知道 可能是家里的事儿吧 又是家里的事儿 那咱们会 不然 一伍先跟孙副总 先开会吧 我那时先进入水 一伍先回来 哎 嘉俊 那 那 那会怎么办 哎 师傅 你不是去和小萌开CM的会了吗 小萌说他有事儿出去一会儿 一小时也回来 什么事儿啊 我不太清楚 去叫载俊吧 大家等他开会呢 载俊也说他有事儿出去一会儿 走 好 同学们 我们这堂会本课呢 主要是围绕着小动物的 我们那个分组呢 也跟之前一样啊 自由分组 两到三名同学一组 好 现在先来分组 分好组之后 老师再来教大家 我们一组好吗 嘉嘉我们一组好吗 嘉嘉你过来和我们一组 快 快 也好 我也没办法 送上去 帮忙 这又不算了 真欢� 如果走 如果走 去躺 去宇宙 104 郊 Loud 可以 遇到 打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找老师好好地谈一谈 他们这种的分组制度明显是有缺失的 这样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肯定只有影响的 既然你已经把妙妙送到学校 就应该放手让妙妙继续适应这个环境 我们可以辅导 但不能太过干涉 你们快你就忘记 上次那个小木屋那个作业了 可是我刚才看见面表这样被孤立 我特别心疼 难怪她早上连课都不想去上班 我明白 我也不高兴 那怎么样 那今天你跟老师说了 老师帮你解决了分好组了 那明天呢 后天呢 那难道你天天 就这一辈子的陪伴妹妹来上学 去保护她 我们应该相信妙妙 她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她一定可以 走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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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齐了啊 小萌呢 小萌人呢 不知道 那个 他说有点急事出去一会儿 可能是家里的事 那应该是急事 开始吧 今天的议题你们翻到第二页 你不要担心我了 我不会又冲冲地跑回学校去的 不是 我是担心你心情不好 怕你路上要出什么意外 你说万一出了什么事 淼淼怎么办 是不是 说得有道理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没有道理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没有道理 说不懂 我发现你很喜欢推舞 对啊 因为我以前干推拿的 我说你不懂吗 是啊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 背包塞满满的勇气 哦不经意 尝尽你的风景 就回不去 青春 等一等就过去 谁不是 谁一谁又怕起 只为心底 那句话猫不听 说我爱你 我爱你 爱情像花火美丽 等空了所有难题 手牵着你 我就不畏惧 原谅我挥霍人心 用过我所有力气 甜言蜜语 救火相聚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 旅行是有你的风景 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 让你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